麦阿姨先去报消息,背负巨大心肌压力的热货队,已经将哈桑·怀特赛德、比尔维特斯和泰勒、约翰逊三人摆上货架,寻求交易对象,上赛季。 怀特赛德场均出场25.3分钟,得到14分11.4篮板1.74盖帽,曾获得15-16赛季盖帽王和16-17赛季的篮板王。 但他未来两个赛季的工资高达2440万美元和2710万美元,怀特赛德具有优异的体型、力量和潜力及良好的灵活性和跑跳运动天赋, 其影使得身高拥有其影尺及英寸的臂展。 怀特赛德的身高和跳跃能力使他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守表现,是一股强大的防守力量。 篮板方面堪称经验,能在工房远端,很好地利用他的身高和力量,对比赛充满激情。 而今下,湖人所有的演员中,唯独缺了一个长时间,有效率,有威胜率的中锋人选。 眼下,白边看起来就是湖人仅有的和最好的选择了。 威特斯的合同还省三年3600万美元,刚刚做过左脚脚踝手术。 上赛季他只为球队出转30场比赛,场军得到14.3分38助攻,2.6篮板。 泰勒·约翰逊下赛季工资将达到1920万美元,上赛季场均出场28.5分钟,得到11.7分3.4篮板,2.3助攻。 这货队今下去约了艾琳顿,他们还想签回韦德。 如果韦德最终跟球队签的530万美元的中产特地,热火的收取税将突破10,00万美元。 现在,三人已被摆上货架,胡人或许是白边最好的潜在下家之一。 美美指出,除了胡人魔术师正在策划寻求交易补强之外,火箭莫雷也一直想要送走安德森的交易。 火箭队也对热火寻求交易非常感兴趣,到底火箭和胡人,谁会再承受再去交易补强的球队呢?